大家体验一下深圳的早茶 来 所有的盒本身也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都要人家买了 今天我就来开盲盒 这一看就蛋挞了 蛋挞其实我刚才吃了一个还掉了 一样吃掉了太烫了 这个 虾饺 吃虾饺 那必备的就是醋 有没有醋啊 其实我觉得深圳的早茶肯定比 北京练习要这么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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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到这个嘛提高吧 萝卜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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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完起不是会放屁的 嗯 萝卜糕是要这样吗 不用这样 你可以说一下口感 是 行入不出来 叫个 萝卜糕 可能 反正不大尸口 说 鳌状 鳌状 Detroit 嗯 唇叹 高 黄 高 不得不得 不得不得 这样吃 摇出默契 每个大碗上吃主食是不大好啊 没事 要这么瘦了 多吃点没事 哎呦 这个太胖了 我觉得没大懂 这跟那个北方粽子有点区别 好吧 挺好吃的 但是现在这个点儿不大适合 这个我喜欢 烧麦 可以 这是什么 哇 这应该是 粉肠吧 肠粉 嗯 哦 这个可以 很棒 放在哪儿了 嗯 很棒 这个ok 你给这种的口感 这种吃饭反正好吃 嗯 哎呀 我觉得 这个深圳的早餐 还比北京好吃 施不清斩不语 所以今天的 嗯 这算是什么采访 还算是 我爱的 到此结束 谢谢 啊 就结束了 不然呢 你觉得最好吃的哪个 我觉得最好吃是这个 第二 第二是这个 不然这俩不想放假吧 但其实我觉得 这个蛋挞还有很多 蛋挞因为我刚录之前 我偷吃了一个 所以我就不想再吃了 再来 来吧 让你吃了 我脆子 一瓶 我吃了 吃了 我吃了 快 吃了 就在家里面吃了 吃了 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